當我們要挑選家具的時候 如果不知道要如何的找手 會建議您先進入一些家具店來做參觀 假如我們進到一個家具店 像你看到一些材質是屬於金銀箔的 這樣的一個質感的一個家具 或者是有皮革 甚至有一些具有弧線 或者是雕刻雕花板的材質 家具店所呈現的風格和效果 可能是屬於古典或新古典的 如果你喜好這樣的一個家具的時候 那就可以肯定 你可以選擇走古典或新古典 這樣的一個方向來做你的搭配 那如果說你比較喜歡簡約的感覺 或者是木頭質感的一個家具的時候 那可能你可以走比較休閒風格 或者是走比較現代簡約路線的一個設計 第二個呢 我們在挑選家具的時候 要先確認好平面圖的設計 平面圖的設計裡面 我們會規劃幾個方向 有現成的家具 有固定的家具 也有木座的家具 當然也有訂製的家具 當我們確認好哪些部分 是我們要去家具店挑選的 或者是去訂製的工廠做挑選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依照空間的規劃 尺寸來做量身訂做的設計 哪一些家具呢 我們可以去買現成的 像以櫃子來說呢 我們會建議餐廳櫃的部分呢 可以用家具來取代現場試做 因為有時候餐廳呢 我們不想要太擁擠 太有壓迫感 我們可以買一個 餐廳的一個矮的一個邊櫃 那因為矮的邊櫃呢 在家具店裡面做定製的一個挑選呢 就有很多材質的變化 你可以選擇皮革的 你也可以選擇木頭 有很多貼皮的 甚至門片打開來裡面有抽屜的設計 也可以符合你收納的需求 在櫃類的部分 電視的矮櫃呢 也可以用現成的家具來做一個取代 那現成家具呢 你可以選擇具有烤漆材質的一個櫃子 你也可以選擇一樣繃布或繃皮的材質 來做空間的搭配 另外呢 我們在挑選家具的時候呢 會注意它的比較細緻的部分 是屬於它的五金配件跟它的把手的設計 一般我們會希望它的五金配件 需要緩衝的裝置 這樣在使用上面比較有聲音 那另外呢 如果說有抽屜的設計 我們也會希望抽屜的滑軌的軌道 用的品質要好 只要五金配件能夠好 通常這個家具所能夠帶給我們的質感 跟生活品質也會比較好 另外呢 在選家具的時候 它的把手的設計很重要 因為一般我們在看家具 它的把手 比如說按把手的部分 它的貼皮跟油漆的漆面 都是最不容易被發現的地方 如果 我們能夠在看它的把手的細部的部分 能夠處理得很漂亮的時候呢 那表示這個家具 應該也是一個品質良好的一個家具